大家好 随着疫情的结束 Chat GPT 的出现 另外迅速的迭代 还有一波一波的巨大的裁员潮 我想所有在职场和创业的小伙伴 都能感受到那种冲击 就连一些现在不在职场的 stay home mom 也感到了焦虑 上周我们女世界线下活动 就遇到了一位妈妈 然后特别想知道 懂得详情 儿子要选什么样的专业 要发展什么样的技能等等 最近我就在财富杂志 还有哈佛商业评论上 看到了三篇文章 我觉得这三篇文章 可以给我们职场和创业的小伙伴 带来思考还有了解 成章的第一篇文章 主要是针对职场人士的 我觉得它这个标题写的特别好 特别有冲击性 这个标题是什么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 那就是说未来十年 有近一半的我们现在的员工 是需要重新培训过后 才能够更好的工作 他也解释到 就说未来有这十种技能 就是需求量最大的 那么这文章一开始 他就给出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 就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 到2027年 全球将创造近7000万个新工作岗位 但是同时也有近8300万个岗位 现在的岗位会流失 会消灭 会流失或者是被淘汰掉 这个数据其实挺吓人的 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漩涡里 那为什么会出现7000多个新的岗位 还有8300多万个被淘汰的岗位 那其实具体的原因就是这种供需的不匹配 需要的技能和我们现在的员工 所具有的技能的不匹配 究竟哪十个技能是需求最大呢 技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创造性的思维 第二个是分析性思维 第三技术素养 第四好奇心和终身学习 第五是韧性灵活性和敏锐性 第六呢是系统思维 第七呢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第八是自我驱动力和自我认知 第九呢是人才管理的能力 第十呢就是服务导向和客户服务 然后还重点提到了十一项技能 那就是领导力和社会影响力 给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 这十项里面只有三项是硬技能 其他的七八项都是软技能 除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系统思维还有技术素养之外 其他的都是软性的技能 比如说创造性的思维呀 自我驱动力呀或者是终身学习等等 那么其实软性思维呢更有利于解决复杂问题 对于解决复杂问题 软性技能呢其实对于解决复杂的问题呢更加重要 其实现在所有的这种大的企业呢 也特别希望一种具有软实力的员工 包括苹果的CEO Cook就说了 在这个他寻找新员工时呢就是特别注重四个特质 就是合作能力创造力好奇心和专业知识 他说这样的员工呢 他们的思维模式在应对问题的时候 就是不会陷入到以前的那种 常规性的思维模式当中会更有创新性 那大家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现在要就要去学校或者是大学里 重新学一个文凭呢 针对这一个问题呢 Coursera的CEO呢也提出说的 现在呢基本上不需要你再回到大学 或者回到这个University或者是College 拿一个Diploma或者是Degree 他说呢政府呢应该积极的和这个企业 一同去努力能够提供这种快速的 系统性的能够提升技能的这种服务 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relief 就是不用所有的人都回到大学或者是College 再重新去Degree 那可能也有很多小伙伴也会问了 说比如说硬技能我是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我说Counting 那么其实很容易在这个Resume上体现出来 那软技能怎么体现在这个Resume上呢 那这篇文章呢也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 这个建议呢是Omni传媒集团的人才招聘总监 他今年3月对财富杂志说 你可以考虑写上你总是在工作中寻求发展和成长 他说呢这种面试官他说会看到这个细节 也会为你将来的面试加分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们职场的人士呢 特别的有帮助 那接下来的两篇短文呢主要是针对中小的创业者 中小企业这样的 那么第一篇呢就是主要是一个上销售服装的企业 那他说像Tracy Potter这样的 就是小企业在线上卖服装 budget有限 就是没有这样的预算 所以呢卖的所有的衣服他都自己作为模特去展示这个服装 他说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重的一个负担 不仅仅花费他好多的时间 而且呢因为没有这一算呢去找专业的模特 所以呢展示出来只能是 就说的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性 所以这是很多小企业面临的问题 但是呢现在呢也有初创公司 叫那个Botica和LaLa Land 他们专门为这种中小企业设计了 用了AI的模特来展示服装 那么就是大大的削减了这种中小企业组的负担 而且呢会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一个 配合大企业我觉得去竞争的一个小条件吧 所以呢看你怎么用这个AI 这是第二篇文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那第三篇文章呢是一个influencer 怎么利用AI来迅速发展的 那这里说到呢就是23岁的 Snapchat的一个influencer 叫Carrie 他利用呢OpenAI的技术 创立了一个AI 创立了一个AI版的自己 叫Carrie AI Carrie AI呢就是一个基于语音的聊天机器 每分钟一美元的价格呢提供虚拟的女友的服务 这个机器人呢其实就是利用AI技术 加上几千个小时Carrie的这种语音 然后模拟出来它的声音和个性 然后希望能够这种在社交网络上 使人们愿意和这个机器人去为这种和机器人的关系去付费 而这种预测呢就说的这个Carrie AI 能够呢每个月带来500万美元的这个收入 那也有专门的这种公司叫Forever Voices 这家公司呢就是一个就是帮助Carrie开发了Carrie AI的这个公司 他不仅仅帮Carrie也帮其他好多名人开发了聊天机器人 然后呢这个公司呢就是认为这种技术呢对年轻人 尤其是对那种社恐特别的有效 但是呢其实这种AI技术的发展也引起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 很多人就说用了这样的服务 是不是年轻尤其是年轻人这种虚拟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 是不是会有矛盾 然后呢也是年轻人就是在这种社交的技能 还有这种在真正的生活当中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技能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等等等等 那Carrie呢还有这个Forever Voices 就是也表示他说他们采取了一些就是特别的措施 来保护这种用户的安全啊 还有这种隐私等等 这样的三篇文章哈 不管是职场还是创业 不管是在外界怎么动荡啊 人家都说嘛 危机危机 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也有机会 那是不是这三篇文章也给你打开了一点点思路 去看这样的动荡的时段 好我是Carrie 欢迎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